每一天都有新的话题 而最吸引人的莫回于明星的恋情 谁和谁的关系迅速升温 谁和谁多年勤奋破裂 谁的地下恋情被抓包 谁的新欢又是谁的旧爱 不管你是成名多年的天王天后 还是出现忙碌的新人 在这个圈子里 明星的恋情永远是西京的古二王牌 娱乐圈恋情最西京 承草落马 郭富城回应仍单身 四季处于熊耐灵的七年之恋后 郭富城又回到了女友满天飞的时代 新承草层出不穷 新承草叶希奇更因工程列而知名度身价暴涨 昨天郭富城受邀参加某新车揭幕活动 更获赠新款跑车 当天心情大好的郭天王居然对一向不愿多谈的感情事 都大方回应 信息量还真是不小 破例了 要讲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也希望这些不进不识的一些报道 能够可以平址 我是一个队 我是单身 我现在的所有的 都是放在我的工作上面 努力在我的工作上面 我相信如果真的缘分出来 要来的时间里面 我真的希望可以跟大家去分享这个事情 早前有媒体多次拍到叶希奇现身郭富城住所 而郭天王甚至曾出动警察驱赶媒体分散注意力 好让保姆车护送叶希奇回内地 对此郭富城只回应 眼见不一定为时 我觉得这些一些报道上面 我觉得大家都误解了 可能在报道上面也会有一些 可能小题大噪了 大家看到的未必是真相 所以我想 谣言指寓志着 娱乐圈练琴最吸睛 旧爱开唱 侯佩岑不言语力热捧 相比于始终落不到名分的苦情成嫂 侯佩岑算得上是幸福完满了 近来她跃升为时尚咖 时尚代言接不完 昨日为某珠宝品牌代言 目前正积极造人的她 到哪都离不开此话题 不自爆 其实我没有刻意调身体 然后我就是希望顺其自然 那就是 就是那个 希望可以 就是频率有变多啦 那其他没有特别准备这样 侯佩岑与周杰伦的恋情 曾宏洞一时 今天起周杰伦将连续三天 在台北小巨蛋开唱 谈起周杰伦 以为人气的侯佩岑仍不忘热捧旧爱 所以都展现超高EQ 他的票很难买哦 如果没有提早买 可能看不到 这次没有提早买票 所以可能没机会了 下次早点买 小兵点评 时间可不能浪费再去看旧爱业